因为这次也是刚刚这个剧作推广曲的演唱是吧 然后能稍微聊一下吗 就是在您印象中或者说在唱这个推广曲的时候 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我正儿八经的跟三位铁三角李顿先生 我最敬爱的三宝老师还有观山老师 因为他们是对于中国 他们对于中国原创音乐剧作 很大的贡献 所以我觉得正好在最好的时机跟他们合作 然后也非常荣幸他们邀请我 去参加我们这一次飞天音乐剧 飞天音乐会的这一次晚会 所以对你来说这一次的合作有没有什么差处 就是让您觉得有什么特别的收获吗 跟三位老师这样有一个 我觉得首先作品 我们永远都是很感恩 在这个时代当中从事文艺工作者 能够有个好的作品 对我们这一生当中是非常难得的 您正好进来 您进来正好 这样的话 对 我是觉得非常难得的 作为一个演员 作为一个音乐剧演员 能够有个好的作品 是无比荣幸的一件事情 所以真的很感谢宁敦老师 但是嘎子一张嘴我们都哭了 而且那首余文一张嘴 就是他的声音 他的形象 真的是男神了 绝对男神级的 绝对中国音乐剧的 这个这没得说 我和三宝都这么讲 李老师这么说完了 我这站在这儿 我都不好意思 谢谢 谢谢 谢谢您 而且他嘎子还能跳呢 跳着 而且真的是那首余文叫他唱绝了 这首歌一定会 所有人会传唱 我估计明年考试 我的学生可能有一半唱这个了 特别嘎子唱的 真的棒 这形象啊 什么都是我和三宝 心中那个男主角 谢谢 这就是没有办法 他就是 他就在那 谢谢 那当时怎么会想到 跟嘎子有这样一个合作呢 我和三宝早就有约定 说这首飞天谁演 我说嘎子 我说你说呢 说嘎子 都是嘎子 就嘎到一块了 就是这样 而且嘎子真适合 这个角色实际宝是给他写的 嘎子说 我说降个调行吗 我说个降 对吧 对 这时候我也知道 是的 太好了 他一张嘴就在那 因为这首歌 本身当时写的时候是到A嘛 对 因为我最 因为这个歌其实算是艺术作品了 对 从一个艺术作品里边 我觉得因为我的音域相对而言 不像我曾经我还能唱到降B呀 现在越来越到30多岁的时候 我反而觉得 找一个最舒适的一个区域 然后我降了一个小二度 正好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发挥的一个点 知道吗 对 这一张嘴所有的人都哭了 乐手都是 那个闭着眼睛 就是 这个音乐剧就是这样 谢谢 好的演员好的作曲 就是感染所有的人 对于今天首演 然后大家有什么各自的期待吗 今天晚上 我从来没这么紧张过 从来没有 为什么呢 李老师 按理说就是您也创作了很多音乐剧了 不知道 对 这么多年我第一次这么紧张 因为嘎子第一次演我的戏 而且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开始 真的是 是 我和三宝对他都超级期待 但是他也做到了 谢谢 那嘎子呢 对于今天晚上的首演 我就是把这么好的作品 去演唱好 不辜负 我们二位对我的渴望 对我的期许 对应该说错话了 对期许 而且刚才嘎子他休息的时候 说三宝老师 我再来一遍 他就是这样的 一丝不苟 我再来一遍 我就希望 对 希望把这作品演唱好 好感动 好感动 我们的功能就是把 把作者的东西 在舞台上给它呈现好 这是我们的功能 所以未来考虑 还有一个合作吗 必须的 当然当然 未来未来肯定的 三宝老师早就说了 我告诉你啊 谁唱音乐会 谁就演 我说那 就先找杠子了 对他莫属了 就这样 OK 好感谢 好感谢